我們到了科學會的時間了 我們之前兩集 觀眾的反應是相當熱烈的 希望我們多說一些故事 但是今天我們當然既然講得這麼興起 我們講講這個馬拉頓計劃 但是由於《Openheimer》那部電影 就有一個新的消息 我這裡報一報 就是那個導演 編複俠導演 他說 這個核子核爆 裡面的核爆是不用CGI 不用CGI 就是不用這個MV 是不是弄一個新的核爆出來呢? 就是這樣說的 這裡我就猜它當然不會爆核彈 因為你現在美國有簽署的那個公約 不做核事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其他東西能夠給 因為其實那個核彈那塊東西 最重要是那個蘑菇雲 那個蘑菇雲 你如果是弄到的形狀一樣 你是小顆一點 接著你拼上去看大顆一點 那基本上效果一樣的 你問我 美國現在能夠做到最厲害的那種炸彈 我是很久以前說過的 有一種叫做炸彈之母 俄羅斯還有它叫做炸彈之父 那種彈爆出來又是一顆完整的蘑菇雲 那你會不會用到那些呢? 可能那些都不用了 所以基本上我想它就是用一個 它真的用一個大規模的炸彈 來製造這個蘑菇雲的形狀出來的 事實上我們看到一些意外 我們都看到蘑菇雲的 譬如 就是在那個新墨西哥州 這個地方那裡去炫爆的結果 你最重要就是在一個抗野 一個空地上面那裡去炫爆 那令到你就可以出到一個 很形狀很漂亮的一個蘑菇 我想它就是需要去到這些地方去炫爆一次東西 是啊 它之前那部電影聽來都炫爆過一隻波音747的了 不過這個就是庭外話 那你今天其實是想說什麼的? 那這裡要問一下你了 講得這個曼克頓計劃 講得曼克頓計劃的主事者就是奧本海脈 是吧?奧本海脈 我們導演的事情講完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都是講奧本海脈周邊的那些故事? 那些觀眾知道我們其實很不合格的 我們都不知道這次講什麼的 不過沒問題啦 大家反應都熟的嘛 是啊 從什麼都講起 因為你說心裡面呢 很多不同的面向我們這次講不完 我們下次會繼續的 比如你說美國的曼克頓計劃 和德國的原子能計劃的比較 那我們又可以講多些少許細節 然後曼克頓計劃和周圍旁邊有份參與的人 有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又可以講一頓 所以這次就儘管由這個奧本海脈這個故事先說吧 嗯 好啊 那我可以講少許他的經歷吧 你一聽他的名字呢 其實那些什麼海脈這些你就知道猶太裔的了 但是文說他讀書都很厲害的 而且他涉獵很廣 比如說他見到那個蘑菇雲的時候 他用那個博家梵哥這個比喻去講這個 就是說這個人本身其實他看很多不同的東西的 但是問題就是他在科學上在物理學上 其實他的建築就不是很大 但是當時要找這個計劃呢 去找他一個最適合的人 因為他可以統合了這麼多不同的這些不同國籍 來自不同背景的這些科學家 在一個秘密的環境之下 一班人關上門 只想著做一件事 就是做這個原子彈 是的 還有呢 如果看他個人的性格呢 就知道是很典型的那種叫做Alpha Male 是的 就是那種很強 就是很懂得去主持大局的那種人 又很 就是 我就覺得很相關的 通常一個這麼Alpha Male 這麼主持大局 然後又可以幫人家在這個這樣的科學發展上面 去調兵顯象的人 是很色情的 是的 那台長 你也知道 奧本海馬的色情的程度 也都非常之激烈的 應該是 所以就糟糕了 糟糕在哪裏呢 他認識了一個其中一個應該是 不知道是太太 什麼呢 就是 馬克思主義者 嗯 結果後來呢 他就 就是被這個政府取消他的clearance 而告密的那個應該是Devraela 嗯 是搞得他整個career沒有了的 嗯 所以其實基本上呢 奧本海馬呢 他在完成那個馬克頓計劃之後呢 你就不見他在美國其他核計劃那裡 他會再有很大的成果 其實就是 嗯 反而你 而且 到現在都還懷疑他可能真的是一個蘇聯的特務來的 哦 這樣也挺有趣的 但是沒辦法了 那時候你民國就是包了蘇聯而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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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其實在馬克頓計劃之後 那種很快就進入了冷戰時代啦 那的而且已經是整個那個 就是原子彈小組經歷了一個大清洗的 有一些原本以為是自己人的人 就不再以為是自己人了 那有些就是你譬如 剛才你懷疑是告密的那個Edward Taylor呢 他後來就成為了那個美國的輕彈之父 輕彈之父 是的 是的 那麼他就有份繼續下去 去開發一些更加厲害的武器 就是那個輕彈 這個題外話就是當時那個的 不同科學家之間都有參與這個計劃 其實政治那個立場的壁壘分明 有很多其實是左派 所以後來有部份是過了了給蘇聯 因為他們覺得不應該美國獨攬這個原子彈 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影響了世界合平 但是一批呢就堅決反共的 他們反共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的家鄉 都受到這個共產的有論 例如Edward Taylor 是的 因為他匈牙利越來越來的 他就變成鐵幕國家 另外一個很著名的呢 也都是匈牙利人就是這個 馮奈文 馮奈文 他剛才說的話就是如果有人問我 應不應該後日用核彈去炸這個蘇聯呢 我會回答他 為什麼不是明天炸 如果那個人說如果是明天炸 我問我為什麼不是明天炸 我告訴你為什麼不是馬上炸 他是堅決反共的 這個是非常右派的 堅決要和這個蘇聯要決一死戰的一個 甚至可以說他幫了整個馬上炸 就說是很重要的 是的 一點都不奇怪 其實如果你說不是講到這些人名 對於中國的影響都難評估的 其實當初如果不是說 因為國共內戰整個形勢逆轉 基本上是當時的中華民國的人 是有份被派去觀摩這個馬克頓計劃的結果的 其實我自己小時候 我在中文大學讀書的時候 記得李政道自己親口說的 當時有一次有華人物理學大會 那次李政道來講了幾句 那次有請楊振寧來的 強行將他們夾在一起拍照 李政道那人說回來 他說當年就是完異戰之後 有一個觀察團就請回中國的科學家 去觀摩一下美國那邊 他們的馬克頓計劃的成果 李政道教授那次有些自嘲的 因為他很年輕就很有成就了 他基本上二十歲出頭 他已經完成了學士課程 然後他去到美國那裡入境的時候 他還要戴著頂的那些 好像漁夫帽那樣的帽子 然後穿著短褲子穿著一隻梁鞋 那些人就過入境的時候說 你是中國的科學家 為什麼中國要派一個童子軍 來去觀摩我們的核計劃呢? 還弄了他這樣去探 他把這句話告訴我們 但是大家都要知道 隨著國共內戰轉移之後 整個形勢逆轉 基本上是不要說中國 甚至海外華人 你想再涉足這些美國高密的核計劃 就變得完全不可能 有些他為了防止 有些可能已經是避不了了 你可能已經是以餘無厭之道的那些 他就會直接不讓你離境 其實如果看回到1950年左右 差不多是尾班車的 1949年那個大陸政權逆手 1950年就有位在大陸很出名的物理學家 鄧嘉仙就在美國的普渡大學畢業 他畢業之後不夠一個月 就已經收拾了行李回去 他在普渡大學就讀這個核子物理 他後來就成為了中國核計劃 一個很重要的功臣 但是如果他再遲些不走的話 去到楊振令時代 基本上就說不讓他再走 全部都留在美國 不讓離境 所以那時候去到1955年的時候 錢學深想離境的時候有多大的問題 那個很嚴重了 搞到他完全一本筆記簿都不帶 我們以前在神秘講過 他是全部寄的 所有方法都寄的 這個就是超人 你叫他在腦裡面記了所有這些 關於這些流體力學或者火箭的方程式 這個真的很厲害 你剛才說有一個調轉了的 有一個女性叫John Hank Hinton 其實當時她是物理學家來的 但是她去了中國 她也都服益這個阻礙思想 她寧願不參加這個曼拉領的計劃 就留在中國 她死的時候都是十多年前 2010年 這個曼拉領不知 這個曼拉領不知 你可以看看這個中興 為什麼呢? 後來楊振凌去了 好像有見過她的 回到中國的時候 但是楊振凌見完之後 回到美國呢 是要跟FBI去debrief的 所以剛才你講的完全是 當時來講是一個很 就是涉及到一些政治和軍事機密的問題 甚至我現在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現在這一代的 劉美的華裔科學家 都開始面對著類似的問題 但是出現的形式會很不同 以前就是基本上 你只能夠飛隔傳書 將資料傳回去 如果你忍不住的話 你只能夠靠寄信 但是現在你有互聯網的話 你就只能夠做網上的監控 才能夠做得到 但是我也會覺得 現在來到就是說大家都拒絕 將敏感的技術去交換輸出的一個年代 你強行去做這些交換和輸出 是一個賺錢很大的機會 但是是會有後果的 已經有些人拒絕了 其實你不要說在我自己做研究室的時候 這些已經很成功了 將在美國最新的學習回去抄了 抄了自己的中國 然後搞一個新的企業 那個規模還要大 在美國不停在發生的 不過真的看到就是 隨著政治形勢轉變 現在看到那個收緊在那裡 是啊 那我們第一次講那個問題就是 可能遲些都會發生的 但是不知道了 我們講回這個馬克登的話 你怎麼評價是為什麼會選擇了這個 奧芬海馬呢? 當然這個人是否應該都很多呢? 當然是的 你如果講得最有份量的話語權 講得是愛因斯坦這些人 是不是? 還有當時在那個核子物理裡面 最尖端研究了幾個諾貝爾級的人 都不到Open Timer 就是說居麗夫人的後人 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你就算Edward Taylor 自己本身都有一個份量很足的 一個物理學家來的 那為什麼不是他 又是Open Timer 我想這些有很多 也都是看中他的個性 我想是其中之一 就是個人可能夠扯 夠實際 就是講一些東西一就一就二就二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美國這些位置就是 一去到這樣的重要任務 他都幾說你 就是你個人對答 就是禮不禮貌的 總之你展示給我看 你是做得好的 你能夠展示給我看 你可能很野心很大 很arrogant 有些人 但是反而最忌諱就是 你去吹水不著邊際那些 就最吃虧 但是我想他是能夠表現出那種干徑 就是去帶領這個project 就是我想我們去下個禮拜再講的時候 可以講一下就是最後那個曼克頓計劃裡面 那個團隊的style 跟那個德國那邊做一個詳細一些的比較 你就知道會不會在這裡都找得出 就是為什麼美國可以優先去弄到原子彈的原因呢 是啊 那另外一個人物我們都可以提一提的 起碼在這裡提一提的 就是在裡面這個Richard Feynman 斬爐頭國 當時很年輕的 他當時連那個博士課程都還沒有完成的 他普通的一個普林斯頓研究生而已 但是他當時 就是這個我們將來專講廢萬的時候 你都講一下他參與馬克頓計劃是很搗蛋的 是啊 但是這個是不是顯示到 就是當時他們真的是用人為財 他不會太過去講那個 所謂的論資排輩這個問題呢 這裡是 你講到論資排輩這四個字呢 我就講要劇透一下這個Richard Feynman 自己自己在字圈裡面寫的例子 他在普林斯頓去聽一位大師講講話 他很有趣的 應該那個那次的那場講話 Feynman就有聽到 但是最後那位受邀請的嘉賓 我忘記了名字 都是一些大師來的 就去問了 其實我昨天講的事情 你們覺得不同意不合理 然後普林斯斯兩位教授跟他說 如果你真的想聽真正的意見 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就帶你去見Richard Feynman這個年輕人 原來Richard Feynman自己都說 是啊 我年輕的時候 我最喜歡說的口頭禪就是It's crazy It's crazy 就是一講這個 你這樣算這個 這樣算It's crazy 他就會很不留情面地 將他那個心裡面的感受去抒發出來 結果在這個交流過程 他竟然敢對話大師在說 你發瘋的 這位發瘋的 最後他就合作研究 這個我知道是誰 這個是Neill Boer Neill Boer Neill Boer 我們先前說那個 就是什麼 Heisenberg 在二戰期間去丹麥拜會的那位師傅級的人 就是Neill Boer 是啊 Richard Feynman就很厲害 就是他管理你誰的大師 就是他純粹是覺得你說的內容是什麼 Heisenberg It's crazy 然後有一句話 他當時都是一個十多二十歲的年輕人 另外一個臭口就是Wolfgang Pauly 另外一個就是 凡真的看到他都害怕的 這個人就是 將來就說 最後介紹一本書 這本書就是我看的 也是講這個 這個 怎麼製造一個原子彈 他涵括有一點點這個碼頭 但是是寫得很淺的 是一個記者去寫 那就看這本書兩天就看完的了 整個的原爆 做完整個過程 是幾初步初期是說了出來的 台長說兩天就看完 大家的觀眾自行評估一下你要多少天 那本書的名字叫做 Brighter Than A Thousand Suns 就是比千個太陽還光亮 是啊 那我們今天就隨意去 講講這個 但是所有的都會脆微性的 例如這個OpenMind 混過幾個女兒 這個大家很有興趣的 或者Richard Feynman 開了幾個隔慢 在馬上隔壞裡面 全部這些是一些 就是很juicy的一些日事來的 我們將來會詳細講的 那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